大家好我是天狼 很多花友都希望自己的月季秋天能够开爆 月秋天的花朵停滞好 保养期更长 那么秋天想爆盆呢 其实它除了我们花后修剪这个时机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施肥 施肥呢我们从两方面来入手来讲 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肥料啊 它掌控能力不是特别强 想寻求简单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记得 第一次施肥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花 看到没 现在刚刚开有一点点过 所以差不多三四天就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施肥 施肥建议大家来施用缓施肥 缓施肥一般用三个月以上的肥肖的 就是我建议大家是用到六个七个月的 像我们目前用的一款比较好叫不利安 它的好处是稳定 施肥均衡 那么我们使用的量是多少呢 就是一升土用三克 然后均匀的撒在花盆表面 或者是埋在表头下 那么除了施完缓施肥 我们紧接着还要用专用的营养液 就这一种肥料就可以了 对水一千倍 好浇灌 然后接下来我们三到四天都会修剪 修剪完了之后就一直一个礼拜 一次专用的营养液 中途其他的你爱浇水浇水 爱下雨下雨 反正一个礼拜给一次就可以了 一直到它开花 这样持续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秋天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能开两茶花嘛 然后我们这个土利安的肥肖 是比较长的 半年 半年以上 所以说你基本上定下半年就不够再施 施肥了 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水龙肥就足够了 那么这些肥料是足以能让你的花轻松爆盆的 还有一类呢 就是我们一些进阶的花友 它想挑战我 我这花的一个潜力的最大潜力 先把它发挥到极致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选择的修剪之前 一般就是我们最好赶到花后修剪 晚上都看一批花 然后首先火势肥 以及也还是福利安 一生土里面 是用一克埋进去和撒在表面 然后水溶肥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调整了 水溶肥在我们修剪之前 施的这个水溶肥我们要用高氮配方的 高氮意味着氮含量比磷肥跟甲肥都高 一般我们的水溶肥高氮配方都是25或30个蛋的 那么这样试进去 我们吃完三四天之后修剪 修剪什么时候换肥呢 那么我们施肥的频率基本上是一个礼拜一次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它的涨势 因为你已经是老花友了 觉得缺肥的时候你中间可以再加一次 可以说一个礼拜两次 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当你这个眼儿全部都长成这样 差不多 攒出来两片大叶子 完整的大叶子的时候 已经能看到花心里出现小花包的时候 停掉这个肥料 不要再用高氮的了 这个时候改成什么 叫氮肥相对来说低一点 一般在15 10到15 那么磷肥稍微高一点 0到20 0一定要比氮肥高 那么甲肥跟氮肥比例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型号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枝条茁壮 因为现在这个枝条还比较水溫 你肥料一跟上了之后 直接枝条发出茁壮 叶片肥大 那么刺激花芽分化 花朵硕大 那么这个时候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花苞 这个再小一点 就是快像花生豆那么大的时候 你马上就开始发育花瓣的时候 停掉这个肥料 换成什么样 氮肥比较低 一般氮肥在10个 磷肥在10到15个 甲肥是20个以上的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它要开花了 蜘蛛停止生长了 这个时候它快速发育根系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它这个花的基本上已经并行了 我们要根系发达 然后我们等到花开起来 开到最标准 快要开过的时候 我们再重复上市树的一个施肥过程 那这个施肥过程 就是不需要再用火施肥了 然后这样重复下来 你的花 第一个秋天最起码能爆亮茶 这个是给我们一些进阶的花油 对于它的有挑战性的这些花油 一个肥料的一个配方 这个算是我天狼个人总结的 好了 下半年想要花轻松的开爆 是肥很重要 记住那句话 庄稼一直花 全靠肥房价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说一句 感谢观看